南投县议会今天进行第十九届第一次临时会闭幕的议程 首先县议员林方雨 就针对国庆地区消防人员编制不足问题 希望县消防局能够重视保障乡亲安全 最主要的是要了解一下目前的这些人员配置 以及这些设备够不够 足不足 如果说不足的话 这些设备不足的话 既然地方有陈寝 有反应 是不是说将就这一个木领救援队的这些人员加强训练 还是说人员的配置可以增加 如果不足的话 县议员陈坦立则表示 学校的饮水机使用本署必需品 也希望县府教育处能够编列预算 做常态性补助 解决学校用水问题 这个本来就是需要的东西 那我在这边是不是请教我们县长 在这一方面是不是这个学校里面有多少饮水机来编列 比如说五年要换一次 让这些学校他自主性的可以来换这些 这个叫民生必需品 先议员陈宇军针对旭光高中党土墙部分 牵涉私人土地问题 希望县府相关单位能够协调处理 让党土墙能够先行来处理 保障学生及用路人安全 第一个必须要先跟这个私人的这个地主呢 取得一个他的同意权才有办法来施作这个挡土墙 那第二个呢就是因为这个挡土墙 学校端预估 它最高点距离地面大概有五公尺 那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落差 所以呢我们比较担心的是 如果这个部分没有赶快处理的话 未来在雨水期的时候可能会造成土石冲刷 先议员陈宇则又则针对土地冲划问题也提出建言 希望往后若有城市进行土地冲划 因考量现金人民使用上的需求 如道路宽度 排水等问题也要好好来重视 才能让生活品质得到提升 其实这个道路的中卫是会这个开拓 八米以上才有复合说 以后要使用我们落米的时候 两边的那个动机起起来的时候 都很动机上的 我想这种的以后希望我们处长 以后对那个要重划的那个规划 那个负担当然的负担 但是整个以后这个经过以后的这个品质的提升 议长和胜丰则希望县府相关单位 对于散播地使用征收回馈金一案 能够免收回馈金 因南投宣属多山区地形 政府法令也应该因地质疑 才能使地方好好来发展 检队南投宣可以说 百分之九十五都检山区 都检山没地 农民要去一个农舍 就要撞黑黑针 有时候我们不是说中央的政策不好 因为它可能在全国用的民族 不同 一个办法典出来 像我们南投宣都检山 这里都市当然都可以实际的 我们议员就在做佩国 在议长的闭幕致辞中 十九届第一次临时会顺利云满闭幕 议长和胜丰也期盼县府 针对施政都应该要体恤民意 对于法令的规范 也应该因地质疑 才能保障县民福祉 让南投县成为幸福的城市 记者陈伟一 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